花东地区新鲜的空气加上山海的美景 都是外地游客前来游玩的一大指标 但这几天来天空却是时常出现灰蒙蒙的一片状况 原来是日本西枝岛火山从7月中陆续的分发 火山灰随着气流飘来台湾 PM2.5的浓度也从个位数一度上升到26维克 建议呼吸道比较敏感或者是虚弱的民众 外出一定要戴好口罩保护自己的健康 来到日本的风景观赏景点 放眼望去天空却像是被蒙上了一层白沙 今天的天气有点过去的 没有像平常的那种蓝天白云那种感觉 这是因为日本西枝岛火山从7月中就开始喷发了好几次 熔岩跟着大量烟尘不断从火山口喷出 让整个岛上都布满了厚厚的火山灰 又刚好受到东风及太平洋高压气流影响 现在这些火山灰顺势被吹来2000公里外的台湾 而东部就是首当其冲 PM2.5浓度也从个位数一路上升到26微克 脸书上台湾台风论坛天气特企粉砖 也提醒宜花东地区民众 20号之前火山灰随着东风飘来台湾的几率还是相当高 一定要做好防护来避免空污威胁 轻易呼吸道比较敏感或者是虚弱的民众 外出一定要戴好口罩保护自己健康 最续的情侣华联市报道 咱们下期见